粉丝提问,如果开枪抛出的弹壳有机率会烫到人,被烫到就会掉无点血,游戏会怎样? 这个问题很有想象力啊,这期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变化一,队友相互不敢靠近,既然开枪抛出的弹壳有机率会烫到人 那队友和敌人肯定都能烫到,但烫敌人是很难的,烫队友很简单 所以队友之间肯定不敢离得太近了,不然很容易就被队友的弹壳误伤了 虽然烫一下只掉无点血,可架不住全自动枪械子弹多,弹壳多啊 像污兹每秒21发,你要是站旁边,一秒钟就能把你烫死了 所以队友之间肯定会离得远一点 变化二,残血不敢再开枪 弹壳不仅会烫到身边的人,肯定也是有机率烫到自己的 如果你是满血还好,烫到大不了掉血呗,反正一次只有5点 可是在残血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,烫一下就是5点 万一运气不好,烫个几下就直接叽叽了 所以残血肯定要打了药之后才开枪 变化三,游戏更看运气,这样改运气会变得更重要了 如果你运气不好,钢枪被连续烫到很多下 而敌人运气好,一下没被烫到 即使你们技术一样,也是敌人获胜可能性大 所以肯定会更看运气一点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 欢迎关注三连哦,我们下期见